要有人幫你 或者是你有辦法 找到一個牆壁又有一個高的東西 又有一個高的東西 就把腳 腳關起來 然後呢 自己呢 這裡要有頭髮 有一點嗎 要有頭髮 所以呢 我說要有人幫你來 現在呢 你說有人跟你一起去 但是你沒有瑜伽倫 你沒有瑜伽倫 你怎麼調整你的腰椎 滑脫的人 對不對 你要每天調他 但是你在瑜伽 你剛剛做的 這個時候我 我幫助他的人我就蹲下 他呢 抓著牆壁 不要讓他跌倒 我說我蹲下來 幫他的腳抬高 看到沒有 我幫他腳抬高 再把他腳抬高 這個地方壓著 抬高 同樣的動作 一樣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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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等到他說 可以了 熱了 我熱了 我流汗了 你就放下了 這個比較容易 這個比較容易什麼 這個在做的時候 有人幫忙 而且你在幫的人 你抬他的腳 不會那麼重 如果他趴著 你抬他的腳 就很重 你現在趴著 你看 趴著 前面嗎 對 就趴著 如果他 他趴在 他趴在地板上 你抬他的腳 會比較重 會比較重 這也是一個方法 這也是一個方法 你要把它抬起來 他就不要用力 他整個都不要用力 你這樣抬起來 這樣也是可以的 就看你方便 你覺得哪個對你最容易 這樣抬起來 抬到他覺得說 我熱了 我熱了 我感覺流汗了 這個時候就可以跳下來 然後就趴另外一邊 我剛抬了他一邊對不對 我另外一邊一定要抬一下 為什麼 他的腰才會平衡啊 如果我抬他一邊而已 我就讓他這樣子等下起來 也跟我掰他 你了解嗎 一段的也掰他 所以呢 我幫他抬一邊 你看我每個動作 我現在要蹲下去 我不是這樣靠膝蓋彎下去喔 我膝蓋不會絕對 不會直接彎下去 因為膝蓋直的 你看這一次 好 我現在要彎下去喔 我膝蓋是直的 這樣子彎下去 膝蓋 這樣可以動 無論你想活到幾歲 膝蓋就跟你同進出 這夠軟 頭進出就好了啦 好 現在呢把他的腳彎起來 彎起來 彎起來你不能這樣 來 你上肌上 不能這樣彎這裡彎 彎起來連這裡都要抱起來 抱起來 然後呢 抱起來 這裡彎住 然後他說 我流汗了我熱了可以 這樣也可以 跟剛才那個動作是一樣的 這樣把它拉起來 然後到極限 甚至到極限 你看到極限 到極限 到極限 看他的極限在哪裡 有沒有 老師手壓是有點用力一樣 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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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用力搬住他 搬住他 也沒有往下降搬住他 你看我沒有壓 他身體會一直往上 跑起來 知道嗎 他現在已經覺得 往我了 有沒有 知道嗎 一直想要 我有反對 OK 這樣了解嗎 這是更好嗎 各位你們可以 各位你們可以